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170分的高分晋级的 所以实力绝对不可以小看 那同时呢 淼淼组也是令人印象深刻 最深刻的就是人家问他 2011年7月8号是西西几 他马上可以答说是西西五 为什么 因为7月7号是我爸爸生日咯 这种出人意表的回答 很想让我们再一次看一看 他们今天会有怎么样精彩的表现 这话不多说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环节 智力闯关 聪明如我 东东组 有你先开始 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好 我们马上来看你们的问题 我说 即时 开始 那些成就的婉蝶差不多都已经列了 请问婉蝶列了的列在国语里面是什么 你们答案是 确定 来看答案是不是 答案应该是 我们来看下一道题目 1 逆序重新排列 以下分数 1分之1 6分之1 2分之1 7分 好 他们的答案是 确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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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问最后一字 确定吗 确定 好 他们说是A 我们来看 好 我们看下一道题目 弟子规的作者是 是李玉秀 他是清朝什么年间的秀才 康熙雍正乾隆 咸宫 ABCD 我们答案是 Boy Boy 确定 确定吗 好 我们来看Boy 是不是答案 正确的答案是A 不要太急 OK 我们来看下一道题目 以上图形的排列有一定的规律 可以跳吗 按照同样规律 跳下一道题目 以下哪一种力会使物体远离失利者的方向 拉力 推力 摩擦力 电力 ABCD 你们的答案是 我们的答案是 30秒还剩30秒 快 C确定 确定 好 我们来看 C是不是正确答案 正确的答案是 B 推力 好 最后一题 这个没得逃避了 来看 这个图形看清楚 都有一定的规律 它的排列 按照同样的规律 以下哪一个图适合替代空格的位置 ABCD Boy 确定 好 他说确定是B 我们来看 B 是不是 正确答案 正确的答案是 C 抱歉 好 我们到问题都问完了 我们看到呢 在这一场呢 这一回合呢 东东组是非常心急的 他们已经重复不止一次 快 快 快 然后答案出来是 不对 所以证明 不是说不要快 但是你也必须 维持你精神的集中才可以 好不好 好 现在 编冬组 轮到你们了 有没有把握 在这个回合 可以打倒东东组 有 有 好像念得不是很有信心 有没有把握 有 好 我们看一下你们会有什么精彩表现 同样你们有 两分钟的时间 我说 即时 开始 以下哪个言语是形容 做事情必须小心谨慎 以免后悔莫及 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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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CD 你们的答案是 是 时间不多 要快 要快 他们还在考虑 跳 跳啊 好跳 我们看下一道题目 早出 E又四分之一和 五又八分之一的差 ABCD 哪一个答案 看清楚 A是三又四分之三 B是三又八分之七 四又八分之七 六又八分之三 你们的答案是 好 他们在思考当中 还是要不要计算 还是要 跳 还是要 跳 好 又跳 看下一题 以下哪个组合是错误的 东武杰 屈元 中秋节 吴刚 朱元杰 中奎 崇阳 杰 王崇阳 ABCD 你们的答案是 好他们在翻答案 D 确定吗 确定 好他们很确定说是 D是错误的 我们来看 D是不是正确答案 D 对 这是正确的答案 我们看下一道题目 以下哪一项 和其他三项不一样 ABCD 自己用眼睛观察清楚 来给我答案 还有三十秒的时间 C 确定吗 确定 好 确定C 我们来看 C是不是正确答案 正确的答案就是C 我们看下一道题目 以下哪几项是 生锈所带来的坏处 物品变得不耐用 造成机械损失 引发破伤风疾病 物品变得美观 1234 ABCD的组合 你们自己看 好 C确定吗 确定 确定 我们来看 C是不是正确答案 来看C 来看 C就是正确答案 下一条题 赶快 哎呀 时间到了 抱歉 所以呢 苗苗组一共答对了三题 那在这一个回合 到底谁得的分数比较高呢 马上来看他们的分数 东东组 这一场你们非常心急 你们目前的累计分数是110分 要再接再厉 苗苗组 记得自己现在多少分呢 刚才我们已经讲了 你们现在是130分 掌声鼓励 但是各位 差距不是很大 才20分的差距 下一回合 谁会领先 其实我们也还不知道 所以马上进入第二回合 你选我答 难不答我 Go 第二环节 每支队伍轮流挑问题 让指定的对手回答 对手答错 挑问题的队伍得10分 对手答对 挑问题的队伍扣10分 回答问题的队伍分数不受影响 好的 这个环节跟以往一样 你选我答 难不倒我 这是一个为难对手的环节 两组呢 都会分别挑问题 去为难他们的对手 只要对手不会答 他们挑问题的那一方 就会加分 我想这个大家应该很清楚了 好的 现在我们马上来看题目 你们有什么题目可以选择 马上来看 地方研究 体育 智商 科学 大家都很熟悉了 首先 由东东组先开始 请挑一题 让喵喵组回答 等一下 他们要讨论一下 他们比较弱的在哪一方面 小心 体育题 体育题确定吗 确定 你认为他们体育不好吗 我不知道 好了 喵喵组 来看体育题 来 喵喵组看好了 这一题是这样的 网球四大满贯赛会是指哪四个公开赛呢 A 澳洲 美国 英国和巴西 B 澳洲 温布顿 法国和美国 C 美国 英国 法国和西班牙 D 澳洲 法国 温布顿和英国 A B C D 你们的答案是 C 确定 确定 非常确定 OK 他们说是C 我们来看正确的答案是不是C 正确的答案应该是B 好 喵喵组你们平时有看网球吗 没有 很少 那刚才那个答案你们是猜的呢还是 猜的 猜的 所以你们说 我问你确不确定 确定 其实你们是猜的 好 没关系 有尝试好过没尝试 现在 来 我们轮到喵喵组 请挑一题 让对手回答 智商 智商 你认为东东主 好啊 你认为东东主 智商不够 你看他马上回答你了 智商好啊 东东主 你认为自己智商很高啦 没有啊 没有啊 好啊 我们来看 智商题 来啊 考你们的智商来看清楚 OK 8加什么加60亿呢 这张平放在桌面上的大卡片上面有三个数字 OK 中间的数字被小卡覆盖着 两个学生面对面 从箭头的方向去看这张卡片 如果拿掉小卡片 两个人所计算出的三个数字的总数是一样的 请问被小卡片盖着的数字是什么 A19 B91 C16 D8 你们的答案是 确定吗 确定 C 不要再换了 肯定不要换了 不要换了快点啊 对自己的智商很有信心了 OK 他们说答案是 C我们来看 C是不是答案 答案是 A C 我们很烂的 不要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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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图形 看图形 以上图形有一定的规律 按照同样的规律 以下哪一个图适合替代 问号的位置 A图 B图 C图 D图 你们的答案是 来 细形观察 睁大你们的眼睛 D确定吗 确定 非常确定吗 非常吗 没话说 其实心里也是没把握 又是猜的吗 好 没关系 他们说是D OK 他们一直就举着D 我们来看D 是不是正确的答案 正确的答案是 A 东东主干嘛那么开心 好像 对手拍错了 好了 不安好心啊 东东主 好 喵喵组 来 这是 这个回合的最后一道问题 挑一道问题 让您的对手回答 体育 哎呦 东东主 你们觉得体育题 你们有把握吗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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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OK 我很喜欢你们那种 有点拽 然后又有点信心的样子 好 马上来看体育题 看清楚了 他的绰号叫 刀锋战士 是一位残局运动员 叫奥斯卡皮斯托瑞斯 擅长哪个项目 C 我们还没练完 你又说是C 好 C确定吗 等一下 确定 S 快点啊 时间在计算了 你翻了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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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对了 那我们来看 他这个有点不太肯定的答案 是不是正确的答案 正确的答案是 今天想必办决赛 大家心里都有点压力 大家都有点紧张 好 但是没关系 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 他们的分数 东东主 知不知道自己目前累积分数有多少分 没错 你们目前累积分数是130分 掌声鼓励 来 秒秒组 来 朋友 哎呦 东东主 才输那几分 不要那么紧张嘛 好 你们的分数 目前累积是150分 掌声鼓励 也就是说 目前呢 是秒秒组的两位女生 摇摇领先的 但是呢 东东主 不要气馁 我很喜欢你们的活力和精神面貌 说不定下一场你们可以翻盘呢 对不对 说不定的 所以我们马上去看下一个回合 脑力比比 智力我最棒 Go 这个环节发出九道问题 抢达成功并答对的队伍将可获得十分答错 扣十分 答对的队伍可获得占领棋牌上其中一个方格的权力 成功连程直线即可获得额外的三十分 脑力比一比 智力我最棒 这个环节呢 依然是抢达环节 但是游戏进行的方式 跟以往有点不一样 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们这次玩的是智力大连线来看一下 对了 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九宫格 你们今天呢必须考速度也考策略 速度就是你要用最快的速度占据最多的号码和位置 那策略就是你要怎么样阻止你的对手连成任何一条线 因为今天谁连成一条线我们给他三十分 当然你又答对 你连成第二条线又加三十分 当然你最好运的话是你答完九道问题 那一共在九宫格上占据完九个格子 那你能连成八条线 我们给你两百四十分 所以各位观众 刚才的分数算什么 这一回合你能把握的好的话 两百四十分啊朋友 所以明不明白 明白 明白就好 我们马上来开始今天的抢答环节 来看第一道抢答题 牙齿等于Gigi 夹牙等于Gigi抛術 那请问门牙是什么 Gigi叔叔 Gigi大铃 Gigi哥拉喊 Gigi卡致 ABCD 同样我会说请抢答 哎呦 没有反应哦 好我再问一次啊 最后一次啊 我说请 抢答 我们来看正确的答案是 正确的答案是 D Gigi卡致 好 这一题 双方没能达到 没问题 我们紧接着来看 第二道抢答题 帐篷是用什么制成的 纸皮 木材 橡胶 人造材料 这一题应该不会通过 我说 请抢答 来 东东主的朋友 赶快 五秒钟的时间啊 赶快翻了 好 他举起了 D 确定吗 已经时间到了 所以必须是D 我们来看 D 是不是正确的答案 正确的答案就是D 好的 所以加十分 同时来拍一位代表就好 好 这样贴哦 这样贴 就贴上去就行了 会不会倒 你要倒要倒 好 我们只能允许一位代表 下一次只能给一位代表 好 行了 他们站去了五号位置 紧接着我们马上来看 第三道抢答题 己所不欲 勿施与人 这一句名句出自哪一本著作 A 左传 B 论语 西译经 D 老子 我说 挺抢的 描描组的同学 赶快五秒钟的时间 确定吗 确定 B 好 我们来看 B 是不是 正确的答案 就是B 没错 好 加十分 同时描描组也有机会 来在占据九公格的其中一个位置 好 他们挑了三号 他们占据了三号位置 好 请归位 不错 不错 看到大家在互相前置的那种感觉 我们马上来看 第四道题目 以下 哪一个不是住在早期 沙拉越河口和内陆地区的民族 A 一般人 B 卡达山 杜顺人 C 本南人 B 格拉比人 好 我说 请 抢 答 好 两边都在讨论 好像有点头绪 但是大家又不太敢尝试 我再说 有了 淼淼组的同学 五秒钟的时间 请快 他们举起了B 确定吗 确定 好 我们来看正确的答案 是不是B 正确的答案就是B 好的 淼淼组再拿十分 好 请再派位代表 来 看你们这一回占据哪一个位置 好 六号 所以三号和六号 要是他们再占据多一个地方 哈哈 好的 我们马上来看 第五道题目 以下形状 都有四条边 哪一个例外 A 三角形 B 零形 C 长方形 D 正方形 这一题应该不来 我说 请抢答 东东主 来快五秒钟的时间 好 不要太紧张 不要太紧张 他们说是三角形 而答案就是 A 三角形 没错 好好好派一位代表 一位代表就好了 一位代表就好了 好 你们应该非常清楚自己应该干什么 这个我相信大家都很聪明 好 哎呦 哎呦 好可惜哦 妙妙组的三十分飞走了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六道抢答题 下列哪一种情况将造成月时的发生 月球位于地球与太阳之间 太阳位于地球与月球之间 月球位于地球的上方 地球位于太阳与月球之间 到底是哪一个呢 A B C D 我说 请抢大 来 苗苗组的同学 五秒钟时间快快快 抢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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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确定吗 确定 好了好了时间已经到了 正确的答案就是 抢亚 D就是正确的答案 加十分好派一位代表 来看你们占据什么位置 他们占据 一号位置 哇 不错不错不错 只要高手过招 互相钳制 我不让你连成一条线 你也甭想让我连成一条线 哇哇哇哇 OK好 我们现在来到第几题了 我们现在来到第几题了 喂喂喂 江汉 看来你比参赛者更加紧张哦 一项 哪一项 和其他三项 是不一样的呢 A图 B图 C图 D图 大家 看清楚 分析清楚 仔细瞧清楚 我说 请 抢大 多多组 快快快快 B B B 确定吗 A A 还是B A还是B B还是A 快点时间要倒聊 时间要OK 你们举的是A 抱歉 举着的是A 我看到的是A 好 时间到 他们举着的是A 我们来看 正确的答案是 正确的答案是A 好好 一位代表就好 一位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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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哎呦 淼淼组的30分 再一次不见了 来我们来看D8T 伐木活动 会带来以下一切的后果 除了 死到海洋生物灭绝 附近地区的河水污染 造成土石 容易发生土崩 A B C D 我说 清醒大 淼淼组 快 5秒钟时间 5秒钟时间好 A确定吗 确定 非常确定 时间到了 好我们来看A 是不是正确答案 A就是正确答案 好 加十分赶快 你们知不知道要占据 什么最佳的位置 最最重要的位置 OK 他们占据了8号 嘿嘿 淼淼组可不是好欺负的 这一回换淼淼组 半途拦路 哈哈哈哈 太紧张了 我们马上来看 本回合的最后一道问题 台前道 台湾 本来是哪一国的民间搏击数 到底是 A 日本 B 中国 C 俄罗斯 D 韩国 请抢答 好喵喵组的同学 快点5秒钟时间 他们举起了 A 确定吗 确定 很确定 确定 时间到 他们确定说是日本 我们看台湾 是不是来自于日本 韩国 朋友 韩国 虽然 虽然淼淼组没有办法答对这一题 但是他们已经成功晋级了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他们会得到什么礼物 优胜 优胜者将可获得价值400令吉的购书礼券 A6送出400令吉的眼镜礼券 Datman送出精美包包 以及Pony送出的时尚铜装 其他参加队伍也可以获得300令吉的购书礼券 以及Pony送出的时尚铜装 第一场半决赛 我们要恭喜来自淼淼组的洪凤琪跟陈玥婷 恭喜他们成功闯入决赛 再一次恭喜 哇 今天的比赛实在是太刺激太吉他太精彩了 尤其是最后的那个智力大连线 我们看到每当呢淼淼组 他们要连成一条线的时候呢 冬冬组就会跑出来 然后就不成功了 然后每当冬冬组要连成一条线的时候呢 淼淼组又刚好抢他成功 然后又淼 然后又不成功了 这种互相钳制对手 证明大家都很明智 而最后我们的大赢家就是 我们的淼淼组 我们的凤琪和玥婷 来 给你5 给你5 要兴奋一点 不要拍谁拍谁 OK 当然我们也要恭喜 我们恭喜冬冬组 是因为你们的表现也真的是非常好 好不好 来 恭喜你们 OK 要再接再厉 你们真的是非常有智力的一群小朋友 好不好 好了 节目来到这边 来到尾声了 我们决赛见 不过在那之前 我们要再喊一次我们的口号 我们的口号就是 聪明如我 难不倒我 下个季节 决赛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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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